来吧 槟城还是感觉很不错的城池 这两天过来的话 日出跟日落没有看的好像云比较多 有点遗憾 我们来槟城的话 主要还是来品尝榴莲的 在我印象中,冰城榴莲应该是全马来西亚最好的 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榴莲之一了 冰城的话,我感觉有些地方的话 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的话 需要设置一些路障 因为我们是自驾的,租车的 然后跟国内的驾驶算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我觉得在这一方面进行驾驶 实际上,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因为我们刚才来到昨天 在晨晨 所以我们不见得更多 除了Georgetown,我们喜欢很多 我认为这种旅选业在城市 是非常好选择的 我认为它可能会帮助更多 有些可能性的地方 除了Georgetown 有些人是很难的 通过车路通过车路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英国 因为在英国你总是有车路电话 给车路的车路 所以我们不是在车路上走 所以这可能会帮助更多车路电话 我认为这种好处 我认为这种好处 没有改变 现在Kira会说什么 谢谢 我认为Fernand is also nice Traffic may be a little bit unorganized 少车 少车 但其他都很美 所以 那是 大家的都特别热情 所以来这儿就特别开心 因为你知道一人互相的热情 就觉得没有充足感 就是来这儿就是特别的开心 这几天都渡色吃的也吃的也好 我觉得已经很好,挺好的 Henang is a beautiful city but we have problems with information because people and also the guys in the hotel 所以说到我们 所以走在这种方式 但这种方式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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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次 The information point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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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敌人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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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